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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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大家好 歡迎來到電子商務的網路課程 然後我們進入到這個第三週社群平台經營網路工具 我是昆山科技大學 氣管系老師 厚松光 所以我們 前兩次兩週的課程 大概同學應該有 有這個 又聽過的這個課程 上過課程大概了解到電子商務 現在目前在 這個整個 環境業界的發展 大概就會趨向於 比如說社群啊 或者是整個 這個網路平台的 這一些運作 所以就變成說社群的經營 怎麼去經營 我們今天大概會講一些 網路的一些 很必備的工具 因為 同學可能面臨 未來可能面臨要 比如說你工作上的需要 或者是你有一些 工作上實際的運用 大概都可以透過這個 今天的課程大概 讓你說有稍微的一個 了解 今天我們大概會講到一些網路的技術 網路就上網 你今天網路 比如說各位同學你知道你的手機 資料型手機你如果要上網 他的 這個 這個機制是跟我們 家裡面的網路是不太一樣 手機他是走 這個 電訊的頻寬 比如說你可能會有4G的手機 這個4G的頻寬 甚至現在到 到明年好像有5G的頻寬會出來 這個也都是資訊科技的進步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頻寬 這個可能就是 這個 你可以上網 然後你可以 比如說你的手機可能會 使用蘋果的手機的同學 你可能是 iOS的作業系統 你如果不是蘋果的可能 一般都是Android的系統 可是 比如說你的家裡面的電腦在上網 或者電腦教室的電腦 他就是走一般的網路 網路 比如說 學校的是學術網路 然後你家裡面的電腦 可能是 裝了ADSL 或者是 有可能是第四台的寬頻 那當然就是 現在的選擇性非常的多 所以今天我們大概會 簡單介紹一下 這些網路的這個技術 讓同學稍微了解一下 在這個整個 這個網路的一個市場 讓你去了解 比如說電子商務 你們在電子商務課程裡面 應該稍微會講到 讓各位同學先了解一下 這個 硬體的部分 好 所以這個網路行銷 這個很重要 就是說 你要 先知道這些工具 怎麼來使用 你才能夠來做好這個網路行銷 所以說 像我們 上一次提到那個Line 或者是 在中國大陸 他就是用QQ 這個是中國大陸 滿特別的 所以說 今天你 比如說同學你到中國 中國去遊玩 你可能發覺說 你怎麼有聽 在台灣有聽說 好像在大陸是不能使用Facebook 臉書也不能使用Line 甚至連Google都不能使用 因為主要就是大陸他是一個資訊不公開的社會 他沒辦法讓你去自由的搜尋資料 所以說 像臉書啊 Google啊或者是都不能用 他唯一能用就是他們自己當地開 這個國家開發出來 像QQ啊微信啊 這些都才能夠用 所以說 你就會發覺說 這個 這個一個地方你就要去了解 他怎麼來 來 來經營這個網路 所以這都是我們說 讓同學稍微了解一下 好 所以說這一些社群啊即時通啊 他其實對網路行銷有很大的影響 為什麼 因為社群上都會有很多的討論 甚至廠商會在上面做廣告 所以這也會造成很大的一個商機出來 所以說這就是我們說的網路行銷 他其實就是因為社群這個發展 會造成他的一個有更多的一個方式 來跟社群做好行銷的這個部分 好 這個網路 這個 先跟同學解釋一下這一些基本的觀念 網路大概就是 比如說同學你今天網路電腦 你要上網 你家裡面的電腦上網 你可能電腦裡面要有網路卡 而且因為現在網路卡都是內建式的 你可能會發覺有 現在大概都內建會無線網路卡 或者是有線的 所以就變成說 現在上網的機率是非常高 所以說你家裡面可能會 你可能電腦會網路卡 甚至網路線 就是像各位同學 你在電腦就是看到那個電腦的後面都會插 插那個插孔 那個都是在插網路線的 網路線 現在很多家裡面可能都是裝這個無線上網 你可能就不需要有網路線 當然這個是節省空間 然後讓空間變得更更乾淨 因為你很多網路線有時候很亂 當然這個就會 這個也不好處理 好 所以說這個就是網路發達的實在 另外一個就是你的行動裝置 因為像比如說你手機 你可能用4G的3G 4G 這都可以上網 所以這都是我們說的 網路的一個技術 所以你就變成無時無刻在任何地方 其實都可以連上網路 這都是我們說的一個 一個時代的進步 好這網路的類型大概有幾類 這同學在上電子上面 裡面應該都會聽過intranet internet跟extranet intranet就是企業內部的 企業內部就是比如說今天公司 一家公司裡面 他可能內部有網路 因為很多電腦在運作 他可能有自己的資料 所以他 內部有很多電腦連線 他可以做資料的傳輸 當然 這個電腦也可以連到外面 也可以上網 這個連到外面 這個就是一家公司 他 這個我們同學應該有聽過 防火牆 防火牆就是說 一家公司他 避免說今天員工他 把一些公司的資料 就是可能他 不經意把這個一些機密資料 透過email方式流出去 所以通常有些公司 他就為了好好的管理 內部的資料跟外部的一些 一些資料 那就用防火牆 然後今天如果 有這個 比如說資料有問題的時候 他就會在防火牆就把它擋住 不會讓他流傳 所以這就是我們說的 防火牆他其實就是一個 我們講的一個防堵的措施 防堵措施 好企業間的網路 Atrane 這個就是說 今天這家公司 他可能有很多的 一個分公司 所以他可能 之間就需要做網路的連線 這個叫企業間 或者是這家公司 他跟其他供應商 有合作的 他可能會 之間會交換資料 這就是我們說的 一個企業間的網路 那最後一種就是 各個同學在使用的網際網路 你在電腦教室 在家裡面上網過物 這個都是網際網路 這網際網路的歷史 他是最早就是 美國軍方在使用 美國軍方他主要那時候使用 就是因為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那時候 那個美國的軍方 為了破解這個 納粹的或是日本的這個 密碼 他又怕說 這些國家去監控他的 破解他的密碼 所以說 他那時候 美國軍方就去設計了一套 內部的網際網路 就專門在 傳輸這一些 機密的資料 所以他那個 那時候叫 upnet 當然這個就是 一直發展 軍方一直發展 一直用 然後最後就是 有企業看到說 軍方在用的時候 好像用得很好 那就把它帶到民間的企業 所以說 一直流傳到現在 所以 當然這個 功能性來講 大概是 越來越多 所以像以前早期 可能只有 這個資料傳輸 可是現在大概就是 有很多的功能線 提供很多娛樂服務的功能 所以這都是網際網路 發展的一個快速 好另外一個 一個專有名詞 可能就是 TCPIP 這是通訊協定 這是稍微 就是你 你今天 網路你要上網 你可能就要 符合這個通訊協定 比如說 IP 比如同學都會知道說 我IP多少 學習IP多少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每一台電腦 他都會有 專有的一個IP的位置 這個就是代表說 他就是代表說 跟各位同學 你的身份證字號一樣 IP是 每個人的IP都不太一樣 每一台電腦IP不太一樣 所以說你今天 要上網 你一定要有一個IP 然後 當然這個就是 一個 網際網路的一個規定 好 裡面有一些 資料 這個我大概跳過去 因為 這個 這個 有些他可能 是一些 這個 電腦 電腦科系的同學要知道 因為我們是氣管系 所以說大概 我們所要知道 大概就是一些 比較基本的就可以了 好 另外一個就是 要跟同學講說 URL URL是什麼 就是我們說的 網址 網址 比如說你今天會 學校的網址是什麼 就是http 冒號 寫線 www.ksu.edu.tw 這就是我們說的 我們學校的網站 然後這個就是網址 然後前面的http是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超連結 就是我們說的 就是我們說的 文字 就是我們說的 超文件傳輸協定 還是這個都是一個 通訊協定 這同學不用去 去記憶 這只是說 讓同學去了解說 為什麼會有 這個都是 這個 這個 在美國有一個 全球的網際網路協會 它制定出來的 就是 全世界的 的這個 網址 都是依照它的 這一套規則 來定 所以說像學校 你會發覺說 為什麼 那個為什麼會 後面會有 EDU 點EDU 公司為什麼 點COM 政府機構為什麼 是點ORG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網際網路 有一個命名規則 這個 在各位的那個 課本裡面有 所以你可能可以 參考一下課本裡面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 它有一個很大的一張表 這表是 簡短的 其實它如果你 你 你如果去真的要去查 那非常多的一個代表 很多的縮寫代表 那個 就你在命名的時候 可能就要注意 你是哪一種 比如說學校 大概都是EDU 公司就COM 這就是 這個 美國的這個 全球的 網際網路協會 它所制定出來的 所以這 全世界都要遵循 這一套標準 好 這網址 這是我們說的 網頁的名稱 這三個代表是什麼 就是網際網路 這是我們說的 有一個協會 它制定出來的 好 然後這個 剛剛老師忘了講 比如說你在台灣 你可能會發覺 這個網址 最後會是 點T 代表說你從那個網址裡面 你可以看到說這個網頁 是在哪邊註冊的 比如說像我們學校 點EDU 點T 代表說這個網頁是在台灣註冊 在台灣使用 所以說你像如果說你看到那個網頁 是點 只有點 點JP 就代表在日本 點 點CN 這個就是在中國大陸 點HK 就是代表在香港 所以這個都是網際網路協會 它 它所制定出來的 那同學會很納悶 為什麼點 這美國的網站 它為什麼沒有點COM 點EVSA 因為主要就是網際網路 發展 主要是最早是從美國出來 所以說它把它自己定位成 它不用國家的代碼 就是它就是只有點COM 或點ORG 就是 後面就不用國家的代碼 所以這就是我們說的這個區分 好 剛剛老師有講IP IP就是 你的電腦一定 上網一定要有一組IP 才能夠上網 這個就是你在設定 比如說你在 可能 各位同學 你 你家裡面要上網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 有這種 這個 比如說中華電信 或者是一些業者會到你家來施工 然後 它可能就會幫你設定這個IP IP的部分 這就代表說 這個IP 才能夠上網 好 所以在這個網路 它其實 對我們使用者來講 有很多的 這個優點 當然它也會在 現在網路的一個 使用網路的族群未來越多 因為現在上網的大概 比如說我問同學 你上網的時間 每天 每天應該都超過好幾個小時 因為你上網的時間通常就是 你可能有時候 除了上課之外 你可能下課 在家裡面 或者是有空的時候 可能手機拿起來 那個就代表在上網 這個時間點可能 加一加可能都好幾個小時 所以就變成說 就佔了一個人 每天生活的很大的時間 所以說這個 當然也會造成很多的一個 一個問題出來 比如說 網路的社群 最早就是這種 我們說的BBS 可能現在已經 BBS已經越來越少了 通常就是因為現在BBS 已經都轉移到 這個社群的平台 很多的交流都是社群 因為社群的方式就是 它有比較多的功能性 比如說社群你可以 可以有貼圖有影片 可是在BBS 這種傳統BBS 它只能有文字 它沒有 它比較單調一點 當然就是我們會 推出什麼火新聞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網路時代 就變成說 一些人他就不願意 這個 比如說他就很少 比較少去動筆 沒有寫字 然後變成說 無時無刻都是電腦打字 就是變成說那些字 可能不會寫 然後 要他寫字的時候 可能寫出來是火新聞 或者是一個例子 像Line的這個圖片 它變成說 大家都習慣用貼圖 就不寫文字 就造成習慣性的 這個就是 變成說要寫文字的時候 寫不出來 就造成這個作文的程度 越來越低 這就叫火新聞 就變成說寫出來 沒有人看得懂 你寫出來可能有些 這個 這個錯字 或者是有些人寫一段話 你可能根本不曉得 它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叫火新聞 好 另外一個就是 一個負面的 宅文化 就是因為現在網路 非常的發達 你今天要 吃喝 拉撒 什麼什麼都 任何的工作 網路上都可以滿足你 所以說 變成說 你今天根本不用出門 那你都可以 做 辦得到 所以變成說 宅男宅女非常的多 好 另外一個就是 就我們說的虛擬生活 現在 很多的工作都是在網路上 網路上來達成 你買東西 買賣東西都在網路上 還有 你的交友都在網路上 就變成一個 每天都是一個虛擬化的 變成說實際 人跟人的接觸的時間 是越來越少 那當然這個 沒辦法 這是時代的一個變遷 不過盡量能夠 就同學就要知道 這個 其實就是說 你當你上網 有一段時間的時候 比如說半個小時 你就 要休息起來走一走 不要說一整天下來 都是在上網 這對各位同學的身體 也都不太好 所以這都是要注意 網路文化大概有一些 糾團 因為現在團購 網路上 可能都有 有一些 這個 一些 不同的一個行銷的手法 團購糾團 當然這個網路就是變成一個 傳播速度非常快 社群 比如說像上一次這個 比如說世代運 為什麼台北世代 為什麼會辦得這麼成功 因為很多都是 這個訊息 都是直接在網路上PO出來 然後讓 比如說現在 他又把這個 這個比賽的狀況 是在YouTube上線上直播 這變成說很多的 觀眾 他可能直接在網路上 收看那個 那個過程 然後變成大家 想要去參與 這大概是我們說的一個 快速 或者是 如果同學有看到YouTube 有些那種 外國來的運動選手 他到台灣來 他把他拍成影片 放在這個社群 讓他的社群裡面的好友去看 當然這個對台灣也是一個 一個推銷 所以說為什麼這網路行銷 就變成一個 不只是公司 他對整個社會國家 都是一個 需要去學習的一個方式 社群網路 這都是我們說的 這個變成一個 大家溝通的模式 可能都是透過這個社群 這個當然 這個就是一個 好處 就變成說 非常有效率 這當然這個都是好的 好 所以說 今天我 這一章的重點 大家都先讓同學去了解一些網路的基本概念 然後有切入到 這個社群的部分 讓同學去了解說 網路行銷 他 上網 還有 這個網路需要去注意的 然後接下來 可能我們之後就會開始講這個 網路行銷 需要去做的哪些策略 擬定哪些策略 好 謝謝各位同學 今天的這個收看